這是第一個鞋子寶和小米公司合作的一個項目 我們將變形金剛和小米最新的平板電腦第二代 去做一個Closover 它的名字叫做聲波 聲波在變形金剛Generation 1故事裡面 它用一個卡式錄音機的形式去做一個原型設計 小米平板電腦代表著高科技資訊的結合 所以這次這個產品叫聲波 是最好不過 它是根據小米平板電腦第二代一比一去做出來 所有的顏色、細節的感覺都完全一樣 只有背部份用了機械人的細節 去做出變形金剛的一些感覺 以及令它多一些玩味性和獨特性 由平板電腦變成機械人大概需要三十個步驟 變形難度屬於中等 在研發過程當中 比較難的地方就是怎樣把一個由七、八mm厚度的平板 變成一個立體的機械人 最後我們用摺疊的方法 去將頭、手、腳 令它立體化 機械人和平板電腦的結合 絕對是一個新嘗試 我們在Hasbro 非常興奮為出現這間聯合作 和Xiaomi 我們也非常興奮為出現這間聯合作 我們也非常興奮為出現這間聯合作 我們在Transformers 我們超級認真實的 這個產品的一種成立的 是一種完結的交易 之間的兩家公司 我們希望這次是 一種成立的事情 未來的 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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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的